近期,很多人都减少了外出的厕所,老老实实地待在家中,而在家的时间一长,大家就会找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消遣时间。 近期,就连香港艺人文永山也是不例外的,她选择用运动来消遣无聊的时光,并且文永山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她的日常,而她的这一分享,也令得她家中内貌全部被曝光出来,这所豪宅是她老公母启南在2017年,以2500万港币购入的,位于大铺底华丽山。 在文永山分享的这些运动照片中,我们不难发现其家中的面积是非常大的,装修风格看起来也没有很繁琐,走的是紧约的北欧风。 而在文永山分享的另一组照片中,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家中有一大片落地玻璃,这种设计大大提高了家中的采光度,在阳光太强的时候,也可以拉上透纱窗帘。 同时文永山还在这个地方安装了一个幕布,就如照片措施,文永山可以在荧幕上播放着健身视频,一起跟着做,而文永山浴室的设计也是非常豪华的。 在她分享的一张帮狗狗洗澡的照片中,我们看到她的浴室,是设计了一个圆形的浴缸,照片和见的宽敞。 在近期文永山分享的这些动态中,网友们在看到后,也是不得不感叹粉丝羡慕她的生活。 除此之外,网友们也不忘夸戴文永山的娇好身材。 对于那些要关注文永山动态的人来说,大家应该很清楚,其实她这么多年了,身材都一直保持得很好。 至于她管理身材的方法,其实她也没有很刻意的去减肥哦。 她保持身材的方法就是少吃独餐,并且在晚餐的时候不是入淀粉,是入淀粉的时间,她会选择放在早餐。 不过话说,回来,保持身材这种东西,并不是坚持一段时间,就可以达到这种程度的。 对于文永山来说,她是坚持了很多年,生活健康,作息规律,才能保持这样的好身材。 说到文永山的经历,她是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入行了。 当时的她,是与安德勒贝贝杨颖一起成为了香港新一代亮魔师祖。 两人作为模特身份,经常在一起活动,一起和拍广告,也正是因为这样,二人因此经常传出不合的消息。 当时的报道就指出二人口和心不合,一直斗来斗去。 文永山的模特生涯是到2007年算是结束了,二人也是因此各自发展。 随后文永山涉足了电影圈,成功转型成为了一个演员。 同时文永山的发展区域,也没有限制在香港地区。 她在内地,也是疯狂的街拍作品,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。 就有翅膀,韩战等等。 而在上年,文永山嫁给了37岁的吴启南,顺利成为了一个阔台,对方的家族可以说是非常显赫。 所以当时文永山的婚礼也是非常气派的,由于当时花费了过百万。 虽然说吴启南家族非常显赫,但吴启南也没有因为家族的原因,变成一个顽固子弟。 他非常的努力,当年在币,业后的他曾在投资银行当分析员,后来更是上升了执行董事,事业越做越大的他,更是投资了公司,担任首席执行官。 婚后的文永山可以说是非常幸福,有一个非常疼爱他的老公,最后也是文永山与老公,可以一直幸福下去,真爱有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